还有几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123完成,再来平均值 不过平均值它说请勿修改原来的格式设定 也是说你平均完之后要跟上面的格式一样 那另外的话区域里面这个区域里面的字体要用这一个 然后呢这个背景要把它改成成色的 所以我们分别来把这一部分完成 首先第一个把它做平均 那平均当然底下这个范围要怎么平均比较快 当然你这边可以直接游标放这边 上面有个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叫做统计里面的A开头这个Average这个 或者是自动加总这边也可以啦 我习惯当然最快的直接从这边平均值 这个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也是Average 而且会自动帮你把它找到上面这个范围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完之后像又填满全部做完 但是呢问题是你格式不对 为什么呢?这个格式应该跟上面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的格式复制一下 点这边一下 它的格式又一样 这个格式要跟下面一样 因为它讲说要保留跟上面一样的格式 所以请你把上面的格式点下面一下 如果下面这个一下 反正就是你的平均跟上面的格式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第二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字形 要用那个它指定那个 因为它没有 我们这个版本好像没有那个Area这个字形 所以我们用这个Unicode 反正前面是开头这个就OK了 点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你只要把它改变 前面是这个字形 那就OK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的那个填满的颜色 它要是一个橙色 所以橙色的话一样选取这个范围 背景颜色橙色 橙色哪一个呢?这个 这边一个橙色 OK点击它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平均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要做什么呢? 诶?第四完成 第五的话就是A6到I的62 定义一个名称叫学生名册 那这个学生名册的话 记得啊 A 它说什么?A6 一直到那个I的65 62这里 意思就是这个范围 那我是按Ship的键 先选A6 再选I的62 给它一个名称 那怎么给名称比较快 各位看到那个左上角这边一个窗格 请你把那个学生名册四个字打上去 学生名册 那也就是说以后 我只要看到学生名册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用这个名称来代替这个范围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完成这个第五 再来第六 列印 列印的话呢 要把这个学生名册范围把它列印进来 那怎么列印 特别注意哦 一 一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或不选没关系 版面配置 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 特别注意哦 版面配置里面有个机关哦 请你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小的箭头 一般会从这边进到里面设定 当然你点其他也可以 不过习惯上会点这一个 OK 点这边一下 它会先出现什么呢 你要列印的相关讯息 包含就是这个范围 我们已经选了这个范围 那我看一下 点到工作表一下 它列印的范围 有没有 点到列印范围的时候 请注意哦 列印范围现在是空的 对 请你把它按F3 会跳出一个什么 学生名册 OK 特别说 关键F3 以后呢 如果你要列印的范围 你可以先定一个名称 按F3 把这个名称呢 给带到这边 就是告诉他说 你帮我列印这个范围 就是我刚选那个范围 当然如果你 你没有用名称的话 你变成要再自己选一次 它会变成这样 假设你用选的会变成这样子 它会这样选 其实也可以 不过它会自动帮你变成那个范围 如果你有定一个范围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列印标题列 那什么叫标题列 我跟这一样 应该是标题栏 那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把这个先做完 预览列印看一下 上面会有它的那个什么 学号一直到标准地中 但是如果你换到下一页的话 这里下一个箭头 下一页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上面这边 下一页 没有什么标题 栏位名称 没有栏位名称 也很怪怪的 以后人家翻资料 翻到下一页 也奇怪 上面没东西 那怎么办 再翻到第一页看一下吗 然后它比 还要对齐一下 如果对不准的话 还不知道这个栏位名称叫什么 所以这种 如果你将来列印的资料给人家这样 马上被扣分 学校老师没教你吗 那你特别注意哦 那怎么做哦 请注意哦 切回到版面设定 这边又有个小小的机关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 以上里面很多小机关 你找不到的话 你会发现 你就会切不回去 要不然你从这边在版面设定也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 那特别注意哦 在工作表里面哦 请注意一下哦 这边有个标题列 跟标题栏 请注意哦 这边的话 题目里面呢 有跟我们提到是 列印那个标题的范围 在第六列 实际上就是标题列 请你把标题列 选到哪一列呢 选到第六列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 优标放这里 再移到外面哦 请你点一下第六列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 有没有 6冒号6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意思说哦 以后呢 你的每一列的上面 每一页的上面都会有一列 那一列的话就是这个 OK 按 那怎么知道对还是错哦 预览列印一下 好 这时候呢 请你切到下一个page 你有没有发现 上面有了 表示你成功了 OK 就这样了 那每一页如果 为了你资料一堆的话 印出去 每一页上面都会有栏位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记得 一 请你先 切到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一 切到版面配置这个机关 二的话呢 请你切到工作表 这个地方 请你用F3 把那个什么学生名册加进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你选一下 第六 再按个去 你先预览列印看一下 如果你那个 每一页上面都有的话 那恭喜你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 做完了 OK 所以这一题202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就是公式 那个Israel里面的公式 又稍微更难一些些 像刚刚的那个Run-Up 里面会有IF 所以会相对的比较难 第二的话 格式也会比较相对应的 进阶格式 像里面会变红色变蓝色啦 那最后的话呢 列印范围的话 就是还会增加一个 所谓的跨页标题重复 这个就是所谓的跨页标题重复 很重要 很多人还真的是不会 OK 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 如果你使用Israel不懂的 这个列印的话 那他问题很大